大家好,今日的Live是解答我们的同学关于电子刮砂板的问题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电子刮砂板 电子刮砂板的话,打开盒子会有一条跟机的充电线 通常人问我会充电多久,大约会充电4小时左右 4小时电子刮砂板就已经可以用了 电子刮砂板有三边 刮砂板的时候,如果上我的刮砂板 很多时候我会用这边刮砂板 同学们常问我为什么呢? 这边是不出热的,但这边是一个尖的角 它是可以使我们出热的 这边是不能出热的 最终为什么要出热呢? 我们先解释一下 出热是使我们的抗张 或者使我们的无小血管 使我们爆破 是不是应该爆破呢? 就是透过挤压而出一些瘀血 增加我们的血液循环 使我们的细胞可以多用一些营养 所以很多时候刮砂板也是用这边 正常我的刮砂板就是这一把 我们是这样刮的,不手刮砂板 所以一定是一些尖的东西才可以刮砂板 这两边有什么用呢? 我解释一下 打开它是蓝灯 基本上蓝灯是敏感的人才多用的 我们很少会用蓝灯 我们很多时候用红灯 红灯是什么呢? 红灯这两边会热的 它平均是45度以上至55度 因为它透过振动 透过振动的时候 我们已经接收到频率了 就好像帮我们做massage 好像你们在做很急的按摩 它一分钟振动大约是5000下 至6000下 可以做到提升、吸收、排毒 好了,这两边是热的 基本上不会刮得出沙 基本上如果你觉得出沙 你也很努力一下 这两边可以帮助我们 它里面有红光 如果你去网上搜索红光 波长通常漂亮的红光 是630-700nm之间 它是穿透皮肤细胞 和皮脂线的波长 对于我们的纹 对于我们的膚色 因为我经常说 当你有红光在的时候 你的血球就会弹开 弹开弹开弹开 这个叫光电效应 在光电效应里面 就可以令到我们的美白 因为你的血没有那么黏沉 对于膚色 抚平细纹 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 令你皮肤更加有活力 这是红光的帮助 正常我们平时是怎么刮呢 如果用这两边 这个我不教了 这个我不教了 对不对 我留下刮砂板先教 我先关一关 正常如果你洗干净面 你看我今天头多疯 对不对 就塗一些奶油 你塗油就可以 塗奶油就可以 你开了它 它除了有红光之外 其实它有软红外线 这个鱼红外线的好处就是 它基本上 它深入已经是3cm 即是说 如果你锁的时候 你锁着你的月位 你的渗透力是多高 为什么我的刮砂板和人家不同 就是因为我的渗透力会高很多 当你集中的时候 你就这样刮 另外它可以给细胞提供它的能量 亦都因为它可以这么深 亦都可以去到很入 穿过骨落 亦都有很受伤的东西 可以做修补 还有如果你有肌肉疼痛 神经线受损 关节 原来红外线都可以帮助 可以到这里 可以这样刮 如果刮 刮手 你会看到我 它的形状已经不同了 其實這兩邊多點可以就這樣刮 基本上就不會起沙的 可以嗎? 看不看 麵色已經白淨很多 提升很多 這就是正常用刮沙板的功效 今天我們分享到這裡為止 謝謝你